一台動輒要駕上千萬的超跑 最要求的就是速度跟馬力了 但現在各大車廠居然開始接連 推出了油電混合動力的跑車 今天就有一台海外才發表 一個禮拜已經馬上導入 台灣上市的跑車 那麼搭載油電動力的跑車 真的跑得快嗎 保養又比較貴嗎 一起來破解迷思 肌肉線條低伏重心 刻畫出速度感 千萬超跑麥拉倫 首款量產的插電式油電跑車 霸氣登場 海外發表不到一個月 現在已經火速倒到台灣來賣了 而且它其實是一台可以充電 可以插電的跑車 在純電模式下 最高可以行駛30公里 而急速可以飆到130公里 硬頂敞篷一開 挾著1000匹超狂馬力往前衝 法拉利首台油電跑車 0百加速 只要一眨眼2.5秒 低能渾厚的引擎聲馬沙拉蒂當家轎跑 則全新打造2.0升直列四缸引擎 還搭配48V的輕油電系統 每一個車廠它必須要有一個固定的減碳的一個碳排放量的限制 所以它一定要推出純電或者是Hybrid的這種車款 來降低它整個生產總能的碳排排放量 但買油電車其實多了個電力系統 車價就比一般油車要貴上十幾二十萬 應該都是量產的規模已經蠻大的 所以在整個後續持有然後保養的成本上面 國內的總代理其實也做得不錯 消費者而言我有8年16萬公里的這種里程的保固 那他們對於油電車的接受度就會更高 而且油電車再省油換一次電池 很可能連省下來的油錢都不夠付 我們所謂一般的車款 比如說叫做Toyota Luxus這些國民車品牌 它如果做油電或輕油電 一般它都有這個公布電池的價格 大概都在10萬塊以下 甚至在5萬塊以下都有 但是我們講到雙B甚至是這個超跑 它的電池可能動輒四五十萬 油電車越來越普遍 雖然省油省燃料 但能不能真的省到錢 各種Mega還不少 東三零新聞許經由洪沛於台北採訪報導